美国海军即将公布遭解职的美国罗斯福号前舰长克劳奇上校 是否复职或调职以及调查报告 而罗斯福号截至今天已经有99%的人员接受病毒测试 共有777例呈现阳性 其次严重的是仁慈号医疗舰 有7名的医疗人员遭到感染 而根据CNN的报道 目前美方受到中共病毒影响的军舰共有26艘 但仍有297艘的军舰处于服役的状态 在欧洲法国戴高勒号军方最终评估有1046人的确诊 而荷兰的海豚号前舰也有8名船员确诊 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仪式号护卫舰则则有1人确诊